坐着轮椅 在大马路旁摆摊卖沙骑马 陈太太是脑性麻痹患者 认真的身影被转贴上脸书 获得许多关注 摆摊四五年 忍受风吹日晒雨淋 生意时好时坏 人生应该不太好过了 不太好卖过去了 先生是智能有点稍微不足 孩子有一个过动 那因为太太是脑性麻痹蛮重复的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家庭是蛮辛苦的 慈激爱心送暖 了解生活困境 送来最需要的二手电动轮椅和冰箱洗衣机 那个超重的 就只要还是这些东西都是各地收回来 要时间去收 逐一搬入屋内 套房空间不大 陈太太是坐电动轮椅满心欢喜 如果有一台电动轮椅的话 它就随时可以躲雨或是躲大太阳 适时协助 爱心关怀 不若忍厚 大爱新闻 黄泽灵勾继综 欧阳光辉 台中报道 小岁 领导 小岁 President 领导 大量的关系 大量的关系 小岁浅